叶少阳也没有理他 回房间去拿了睡衣 直接就进了卫生间 老大 一个甜甜的声音 从浴缸的方向传来 叶少阳转头看去 橙子躺在浴缸里 冲自己眨着眼睛 一条金色尾巴在水里面扇动着 上半身跑在水里 虽然没暴露什么 但画面也足够相演 我靠 叶少阳一下跳了起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也不说一声 什么呀 是你自己闯进来的 橙子躲起了嘴巴 突然又挑了挑眉毛 老大 要过来一起泡吗 叶少阳急忙开门冲了出去 往沙发上移坐 这时 电视正在放广告 呱呱转个头来 看了叶少阳一眼 老大回来了呀 你是要洗澡吗 哦对 橙子在泡澡 叶少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刚才进窝的时候 你不会说呀 哦 我看电视入迷了 忘了 你不会 老大 你干到什么了 滚你打一顿 叶少阳压低了声音 你这件事 果然在肚子里呀 不许去说 尤其不能让小白脸知道 虽然自己什么也没看见 不过人家老婆正在泡澡 自己擅闯进来 关键是自己说什么都没看到 要人家相信才行 等了好久 橙子才出来 穿了一件低胸的睡裙 往叶少阳的身边移坐 趴在他的肩膀上 叶少阳急忙往边上让着掌 目光从他宽松的领口飘过 压了下口水说道 我说你要注意形象啊 你现在可是有夫之妇 就算没过门 至少也有男朋友了 你这 橙子歪着脑袋说道 这是我自己家呀 你说老大 有什么关系呀 小狼他才不会有想法呢 你快得了吧 这男人才最懂男人 叶少阳说道 心里想 要是冷遇这么对他师兄 自己非吐血不可 对了 你们两个听着 我跟你们说个事 叶少阳把那个 大长腿鬼鬼的形态 说了一遍 询问两人有没有见过 两人都表示没有 老大 你要遇到麻烦了吗 橙子问道 不算麻烦 就是搞不清这鬼的来历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橙子进屋 换了衣服 拿了平板电脑出来 一边下载视频 一边说道 老大 小狼被府军大人发配到军备司了 说是护送一批资重去前线 如果完成任务 将供补过 官复原职 叶少阳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很开心 运送资重 这种事情几乎是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看来崔夫君是在走过场 果然是亲儿子 对了 你为什么一直叫他小狼呢 叶少阳好奇地问道 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时 他就感觉奇怪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问 小狼 邪音就是小狼啊 而且他瑟瑟的 像一头小瑟狼 看不出来啊 我一直以为他是正人君子来着 叶少阳摸着下巴 笑着进来 朝橙子挪了挪嘴 他都怎么色了 橙子脸一下就红了 掺了他一眼 你个当老大的 打听人家两口子这些事干什么 你不害羞 叶少阳被他这么一教训 顿时就无底自容了 确定橙子无语力般地说道 他就是没事老喜欢抱我 摸我的手 叶少阳扑齿一笑 还不错 没太过分 叶少阳在微信里 给瑞朗宇发了语言消息 告诉他最近自己的经历 然后通明女神的画像展开 拍李章发过去 瑞朗宇本来是散修 又在香港待过 有些方面的知识 比自己了解的还要多 因此叶少阳想求助他 帮自己调查一下 叶少阳却洗了澡 出来之后 看到橙子急忙 把他的手机放下 唬着脸说道 偷看我信息呢 橙子无嘴知晓 拿起平板 开始看电视剧 不时的还发出一阵傻笑 瓜果几乎是站在沙发上 看着抗日神剧 嘴里还不时的嚷着 好 杀得好 给我按键 叶少阳目光放在两人身上 忍不住他的口气 一对奇葩呀 这家里 真是没法带了 拿起手机 进了自己的卧室 正好电话响了 叶少阳一看是锐朗宇打来的 喜滋滋的就接了起来 忙得咋要了 啥是回来呀 过一阵子吧 有些固定资产 转让起来需要一定时间 锐朗宇说道 还有固定资产呢 叶少阳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关你什么事啊 说正事 你再把这个案子跟我说一遍 于是叶少阳就简单的说了一遍 锐朗宇听吧 沉吟般上 说道 你说的那个什么通明女神 我也没见过 不过看画风 像是来自西方 至于那个长腿无脸的鬼 很像是西方的一种神秘的怪物 SN 什么 翻译过来 就是瘦弱的人 在西方国家 有很多关于这种鬼的传说 就像是我们国家的僵尸一样出名 你可以去百度搜一下瘦弱的人 网上有一些关于鬼的资料 西方国家 叶少阳当场就愣住了 难难道 西方的鬼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 锐朗宇说道 我不知道 但是这种鬼不止西方才有 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个新加坡的富商 请我师父去开光 遇到的就是这个 据说那富商一家子陆续都死了 请了三个相当真人排位的阴阳师 全都死了 卧槽 这么猛 你师父没事吧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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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父是怎么收服他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听师父提过一次 我明天去问问他 再给你回复 你可小心一点 啊 我肯定能活到你回来 别乱说 行了 我挂了 呗 不多聊一会儿啊 一少阳委屈的语气 我锐冷于都笑了 今天不行 我要陪师兄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在外面等着我了 啊 你跟他在一起啊 叶少阳语气立刻就变了 怎么了 没啥 我吃醋了 锐冷于扑吹一响 叶少阳说道 你少喝酒啊 千万别喝醉了 最好别喝 别让别人送你回家 锐冷于说道 你放心吧 有我师兄照顾我呢 从未经许可 你带着她 4月 5月 解释 你带着我 我跟着我 你带着我 我闹着我 我忍着我 你带着你